男人是只套路极深的金耳狼 每当有富婆出现 他都会千方百计地将其骗到手 接着再利用四胞胎的身份 几兄弟日夜轮班 每天吓富婆一跳 等富婆被吓风后 他们就能顺理成章地继承亿万财产 堪称狼人借礼时间管理大师的存在 就连阿狼看了都直呼啊塞 这天 富婆爱娃半夜惊醒 自从嫁给金耳狼加百利后 他每天都睡不好 正当他要下楼上厕所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只怪物 爱娃当场被吓了一条 急忙往楼下跑去 可刚到一楼 那只怪物又出现了 无论他跑到哪里 怪物都会第一时间找到他 嘴里还不停说着 自己是他的朋友 不会伤害他的 还好心地递给他一杯水 称可以让他放松下来 然而爱娃喝完了才发现不对劲 赶忙摔掉了杯子 踩着碎玻璃撒腿就跑 他本以为来到车库后 就能逃过一劫 可一看后视镜 怪物又追了上来 爱娃健壮 脚底又一踩直冲门外 而楼上的加百丽 也听到了动静声 意识到是兄弟们在行动后 他就假惺惺地跑下来 在爱娃车后追赶 此时的爱娃已经顾不上态度 他只想摆脱怪物的纠缠 可一看后视镜 怪物又出现在了身后 他瞬间失控 直接由门踩到底冲破了大路 正巧撞到了 跑夜单的外卖小哥身上 而他撞到护栏后 车子才停了下来 本以为能逃过一截 没曾想 一抬头又看到了可怕的营 当场就被吓晕了过去 第二天 警方赶到现场 外卖小哥死状极惨 从他被撞飞的鞋子可以看出 他应该没得救 老吴说肇事司机名叫爱娃 就住在旁边的别墅区里 现在人已经送去了医院 离开时 他口中一直重复着 有支掌地向狼人的怪物纠缠着他 老吴怀疑他是喝酒出现了患者 可阿强却并不这么认为 于是 两人赶往医院询问情况 此时的爱娃还处于昏迷状态 他老公加百丽告诉我 昨晚妻子发了疯的开车出门 他想上去阻止 可双腿跑不过四轮 这才发生了惨剧 而妻子这种情况也不是一两次了 因为他得了严重的精神病 昨晚或许就是精神病发作 才会做出这种事 为了查清楚前因后果 两人来到了他的别墅里 在里面发现了打碎的杯子 和爱娃逃跑时脚底的血组 可并没有发现别墅被人闯入的痕迹 接着两人问起爱娃见到狼人的事情 加百丽说 自从和妻子搬到这栋别墅后 妻子每天都会看到这东西 而这栋别墅是爱娃父亲的遗产 他们家族是做进出口生意的 可命运使然 爱娃继承了亿万遗产 却突然得了精神病 而她发病太过频繁 吓得保姆们都辞职了 她只好辞掉工作 全身心地照顾她 为此还请了最好的精神医生给她治疗 虽然故事很感动 但阿强两人并没有被感动到 心思都放在了狼人身上 于是两人拿到了精神医生的信息 便离开了这里 只要在评论区输入闪闪发光的 就会出现属于你的小成就特效 快看看你的是什么吧 随后 阿强两人来到精神医生家里 从她口中得知 爱娃每次发病后 都会过来找她 称自己被一只狼人纠缠 医生认为这是发病后的幻觉 还给她开了很多种抗精神病的药物 但结果都是无效 接着医生还把爱娃画的肖像拿了出来 我不其然 她画的就是一只狼人 每幅画都栩栩如生 或许爱娃本来就是正常人 她只是长期看到韦森后 被吓坏的结果罢了 拿到她的肖像画后 两人找到了阿狼 让她帮确认画上的狼人准备 阿狼看到她肩耸的耳朵后 立马认出了这是狼人分支里的肩耳狼 这个种族十分狡猾 虽然长了一副狼脸 但内在却是一副狐狸心肠 听到这 阿强想起爱娃的意外身家 目前有嫌疑的就是加百丽了 她怀疑加百丽很可能是肩耳狼 想通过韦森形态把爱娃下风 再得到医院开具的精神证 最后她就能以丈夫的命 无缝衔接爱娃的巨额资产了 这时 阿伟接到医院的电话 听到爱娃醒来后 两人立马赶往了医院 可以提起狼人的事情 爱娃的情绪就异常激动 她说自己看到的都是真的 可别人都说自己疯了 看着她崩溃的样子 加百丽和精神医生连忙安抚爱娃 还斥责阿强两人不该提起这件事 接着就让他们离开病房 回到警局后 阿强两人头都大 因为过两天就是爱娃的听证会 如果她被判为精神病 那么加百丽就是最大的受益人 现在阿强只是怀疑她是伟孙 并没有证据去证明 更何况车祸发生前 她还有过阻止爱娃驾车的行为 为了在开庭前 查清楚加百丽的身份 阿强再次找来阿狼帮忙 想让她趁着加百丽不在家时 去爱娃家闻一下 是否有尖二郎的味道 而阿强则是找她调查为由 给阿狼拖延时间 到了第二天 阿狼来到目的地 果不其然 在这里发现了三双尺码一样的脾气 虽然味道一样 但细品之下却各有不同 而衣架上还有三套一样的细装 没等阿狼仔细闻味 屋外却突然传来动静 她往窗外望去 来人竟然是加百丽 阿狼懵了 赶紧联系阿强询问情况 可阿强却说加百丽就在她旁边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没等阿狼解释清楚 就听到楼下逼近的脚步声 见状 她赶紧跳窗离开 回到药店后 阿狼向几人描述经过 她闻到了尖尔狼的味道 确定加百丽就是伟森怪物 而她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只能用双胞胎来解释 现在案件已经清晰明了 几人便打算今晚去抓捕加百丽 但怎么向艾娃解释她看到的怪物 这时 罗莎想到了办法 接着阿强赶紧上网买了一副面具 希望到时可以说服艾娃吧 到了晚上 加百丽细心地照顾着艾娃 今晚只要再吓她一跳 明天就能让艾娃彻底疯掉 她跟往常一样给艾娃吃药 将其哄睡后 便开始了行动 此时 另一个加百丽正要出门去准备 阿狼却突然跳了出来 当场拆穿了她的身份 加百丽刚想跑 就被阿伟一拳放倒 这时 他们却听到屋内传来两个人的声音 几人赶忙躲到草丛里 没想到 房间里竟走出了两个加百丽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阿强就掏枪走出了草丛 看到来人侍卫格林 几只尖尔狼不敢乱动 而一旁的阿狼更是开了 而别墅里的艾娃突然醒来 身后的加百丽看到后 便尾随在身后想吓她一跳 没曾想 刚来到一楼 却发现桌上摆着一副狼人面具 她愣神之际 阿强几人就从身后走过来 她伟森形态愣了三秒才收回去 还想骗阿强说自己不知情 就这样 加百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而她除了被警方抓走以外 还要被伟森委员会处罚 看来他们要遭老罪了 而阿强也向艾娃解释了怪物的事情 得知加百丽四兄弟为了钱 戴面具吓她后 她十分生气 但好在自己不是精神病 而她也表示会给予车祸死者翻倍的赔偿 最后 希望各位屏幕前的妇婆们 不要碰到加百丽这种人 我是夜九 咱们下期见